上一期说的 竟然有钓鱼 为了让我钓到巨鱼 直接扔了条船给我 说山东资源好 钓不到腿样长的鱼 全都送我 但结果却不尽人意 他们说作为职业钓手 丢不起这个人 要亲自带我俩钓 准备了几十根杆子 一定帮我们俩解锁 大腿一样的敲嘴 钓游准备找一个密度比较大的鱼群 然后马上通知我们开钓 今天咒鱼概率很大 我现在就已经很想象到 评论区都在夸我 出息了 这是个鱼窝呀 我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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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中 我才第一杆 第一杆 不愧是职业钓手带钓 就是靠谱 咋子旁边船听到了咋 他说他以为种地上大的呢 我们声音太大了是吧 要不说这边的鱼太小了 没必要宰这里浪费时间 你弄了尖山的 还得这么大吗 这节奏杆脚青天迷几句雾有望啊 这是我们的尊严地 我这次回去还得专门换个钓大丘嘴的杆 钓游找到了一个大鱼群 我们立马开钓 中了 这么大 三五八项 又中又来一条 都是大雾啊 这么大 好大嘛 这么大 看一波看看大完工 大不能跑 一跑就夹不咬了 回去这里要看一看 通风报信了 有个女的贼猛一直吊咱呢 太猛了 差不多快60 刚刚一开始吊的条也太小 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男人 那马上好像刚孵化出来 你刚才都说素材都快够了 钓鱼全钓不到鱼 后来手把手指导 哪里啊 哦 中了 大不大 小小仔 完了 那这是不是那种 钓鱼 趁逃走的鱼 还没回鱼群通风报信 赶快下赶 钓鱼也没想到 钓到太阳都快落山了 竟然再也没有口子 今天这个疑惑算是你们比较差的了 很差的 两口子长抑郁了 我这个脸丢不及二天早点起 一定带我俩钓到 快干活去吧 是哦 哦 大的吗 那我们穿头却啥也没有 行 没想到立马见笑 哦 中了 是吗 大不大 大吗 走开点 这是白条吧 吊了两天还是个崽子 都是崽命啊 哎呦 他们在我们地方做什么 还不小 有什么原因 再换回去 就这么折它了一个小时 牛大 这个大这个大这个大 大不大 大不大 大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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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小心啊 别打着包子 别包子 包子的位置很危险 乖乖快看 哇 哇 超大的它 整个小屁一样它 玩一拨五十 玩一拨 又刷新了我们撬嘴的记录 要有说 虽然还是很小 但掉了两天了 他们也没辙了 接下来的目标 就是一米长的撬嘴了 兄弟们知道哪有吗 我俩立马去